说法 Dedif要怎么 第一个当然我们一样 先计算这个人 他的生日几岁吧 后面再加就可以了 那Dedif 所以这个地方Dedif 瓜糊 字不要拼错 因为之前的同学有发生错误是 打错字 OK 然后第二个是 给三个东西 第一个是 比较前面的日期 因为两个日期比较 你一定要先给前面的 你不能先给后面的 OK 你的概念如果有 也比较不容易做错 所以比较前面应该是 跟今天比 今天比较后面嘛 那前面应该是他的生日 对吧 Dedif跟哪一天比 Today 那Today刚刚我们是用点的 不过如果不用点的话 你可以直接把公式打在这里 Today 然后记得小瓜糊 小瓜糊里面不要放任何东西 因为他自己要抓今天的日期 那因为不用传任何的参数 所以这个小瓜糊一定要有 好 你不能把 把它省略 逗点 加一个Y 他就几岁就算完了 OK 然后打个勾 好 46岁 OK 好 那因为他的生日是8月 现在4月还没到 所以还没47岁 46岁 后面东西怎么办呢 我的习惯是 把这一串怎么样 哎 当成文字先贴到后面 贴到他刚刚公式后面 所以 把这一串第一个N略过嘛 到后面这边 我用复制好了 这样可以偷懒一下 贴到后面 哎 所以特别注意哦 一个公式要跟一个文字串的话 中间记得要一个串接符号 你不能直接放那个那个字哦 然后文字的话一定要双一号 OK OK这个是规则哦 OK 你要一定要熟悉 规则就是一定要一定要遵守 你不要问为什么 因为这就是他定出来的 规则就规则是不能改变的 也不是我可以改变的 反正我就照着做 OK好 按个打勾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第二个步骤 一 二就穿在后面哦 三的话呢 哎 这个N 那这个N的话呢 就势必要怎么样 把这个公式把它改成YM 放过来 但是你放了一样到了 你不能直接把它贴过来 你一定要什么呢 先把这个文字碎跟逗点 变成单独一个文字 后面个月N又一个 然后你把它串在中间 所以串的方法基本上就是 先两个双一号 意思就是它本来是一个文字 切成两个了 那中间呢 一到中间 串 两个N的 再一到中间 把刚把这个公式复制一下 复制到哪里呢 复制到这个N的 的中间 其实还蛮像VBA里面那个 有没有 两个双一号 N的 然后放个I 到底差不多啦 OK 贴上 然后这边把它改成YM就可以 打个勾 应该就几月就出来 他46岁 又8个月了 OK 因为他还没满嘛 所以他已经经过再4个月嘛 他就满了 所以他 已经过8个月 所以他升迪升日大概还差4个月 几天呢 很简单 那一样再做一次把这个N的双一号两个 移到中间 N的两个 移到中间 所以有的时候 甚至有些东西把它变成一个 规则吧 你反正闭着眼睛做 你只要不要做错 应该很顺就可以做出来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 我也不喜欢一直在 变来变去 反正我写程式就写固定一套 做事情也就固定一套 反正就差不多这样的方法 事情好像也差不多 大部分的问题都是这样解决 打个勾 试一下 没错 8个月又46天 也就是他距离生日的话 46天 怪怪的 怎么会46天 应该是要改称 应该是要改称 去掉M 应该MD才对 意思就是说 我YM是不管年 只管月 不管月只管日 OK打个勾 这样就OK 又10天 这样才对 不然46天怪怪的 应该要敬畏的 OK 其他的话就向下填满 这样子就一次就OK了 所以利用这样的方式的话 你可以算其他的很精确的 像什么年资 或者是说你可能要算合约 就是说经过 等等的 反正要精确 到很细的话 那你就可以用类似方法 OK 然后VBA的话 因为我刚刚讲过 VBA里面好像没有可以取代 Dedif的 这个 函数 所以我们干脆直接把这个公司 直接丢到这边来让它执行 所以做法就类似这样 输出 清除 那输入的话就写一个 程式就三行 第一个什么 for i 等于15到19 然后里面的话就输出到Sales的IDH栏 把这个公式丢进来就可以了 所以基本上我们写法 一切到VBA 二的话插入一个模组 再来怎么样 先做一个什么 先做一个插入一个年龄清楚 那么插入程序 这个应该前面都讲过了 然后for i 等于15到19 19这个当然你未来可以改成向下追踪 这个已经写过了 我就不要再重讲 如果你不太熟的同学 请你务必一定要非常熟 这些都是必要的规则 你不要问为什么 因为就是要这样写 OK 因为这也不是我定出来的 这是比尔盖就定出来的 反正就是规则 然后丢什么 丢到哪一个储存格 哪一栏的储存格 你就写成这样子 那就看一下 这个Sales的IDH栏 那先清除 所以清除掉 清除的话里面就空的 如果说要变年龄的话 我是这样写 有时候我干脆就是先写清楚 再写年龄 年龄的话就怎么写 把这个公式贴过来 不过我讲过贴公式的话 还记得吧 一把那个这个复制 如果有双引号的话 把它变两个 所以先打开记事本 做取代应该会 这个应该也没什么特殊技巧 谁都会嘛 对不对 一个变两个 再来就是看谁比较细心 对其实写成是我发现 最后真的你如果很细心的话 其实怎么写都不太会出错 我觉得啦 细心 然后还有逻辑清楚 你自然而然你跟着逻辑 你的逻辑 然后你很细心 然后这样写下来 基本上好像都不太会有问题 而且程式也不多啦 你不要写的太复杂 全部取代 好 这样子 再来的话怎么办呢 看有没有列嘛 15 15 15 总共有 三个吧 所以我们把这个复制 这边只负责取代就好了 然后把它贴到我们的年龄这边后面 然后记得贴到这个双一号里面 贴上 再来怎么样 把15改成RE 那我前面讲过了 就是什么 就类似刚刚一样双一号两个 一到中间 end两个 不要打错就好了 再一个RE 然后 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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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应该没问题吧 这已经做很多遍了 好 然后剩下就是什么 把它复制 贴到下一个15就好 把它盖过去 OK 其实说真的也没什么技巧 只要你 就是贴的时候 就是稳 OK 细心 不要做错 移开的话不会变红的 不过多半好像同学 常常就马上变红了 OK 就是因为你不熟 说真的 因为有时候你们发生的问题 我 不太发生 因为 因为我都是按照我的那个tempo嘛 step by step 对不对 然后一步一步的 反正一定会对啊 怎么可能 这些方法 就做多做几遍应该就慢慢熟悉了 然后再来的话呢 你就可以直接去做两个按钮 这按钮应该也讲过了 OK 所以你就是再把它按下去 看到了 清除 OK 这样就没问题了 所以其实我是觉得 这招倒还 蛮 不算困难吧 只要你愿意花一点时间 把它写一下 应该就可以 达到你要的效果 那最后的话 顶多就是因为这个公式太长 你记得就是在什么 end后面的空白 加一个什么 底线 再长的enter 因为把它变两行 不然太长了 enter 你不能随便enter 然后把它一行变两行 关键就是end后面的空白 来加一个底线 这个关键就是这个底线 你把它加一下 然后让它换行 这样看起来会比较 不然的话你每一次看公式 都还要把它卷轴拉拉拉去 其实就不太方便 这样的话就大功告成 其实以后啦 其实蛮多 因为影片放YouTube上 就很多那个网路上学 学的 他们都学一半 或者看一部分说 常常会问说那怎么样 VBA怎么跟以色尔函数结合是最好的 其实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而已 真的没有别的 应该没有比这个更简单的 OK 你们可以去找找看 其他人写的 你在看我的 我想应该没有比我这个还更 更简单的 如果有的话 你再告诉我 OK 因为我也找了很久 应该没有了 因为这是我想出来的办法 我基本上把 不需要出现的任何东西就不要让它出现 比如说其实这个I 你也可以把它宣告一下 宣告的话在VBA里面 它叫宣告 定 I 是什么 是一个数字 你可能要打一个integer 这样子 意思就是说我要宣告一个I 的变数 它是一个 只能放 数字 integer是一个整数的一个变数 但是 其实你写这个 跟你不写这个 结果会是一样的 那你要写吗 其实大部分是不用 对不对 没事干嘛 但是一般书里面会写 真的作者都是规规矩矩的 OK 而且 他们用Sales 也会用物件的方式写 所以你们看那个书 我看我都觉得 你写这样子 谁会学的会 我看我都觉得我都不会这样写了 更何况一般人 OK 所以你总要想一些方法 能够更简单 把一个事情给做完嘛 因为重点不是在那个 VBA的学术研究嘛 对不对 很厉害的学术研究最后 是不好用 对不对 所以我就想一个方法 如何帮大家解决问题 才是比较实在的 对 所以最近好像某个人一直 新闻一直看到 有没有 有没有一直出现嘛 叫什么 新闻里面一直出现某一个人 而且比例太高了 高到大概 我看三则新闻就一则是他 OK 为什么他口号很简单 有没有 他就让大家什么 发大财 对不对 太直进 所以你看多少人喜欢他 因为我都快喜欢他了 没有 看我一下 重点 重点就是说 要简单 要能够让他真的能够做出东西来 否则的话 你再多 还是 有点显得多余 OK 画面切完 各位 那这个方法其实主要就是希望 找到一个 Excel能够跟 VBA最简单的那个串联的点 其实就是在 利用这个方式 前面其实我们蛮多地方都这样练习 那未来是不是也都可以这样 都可以 而且 像今天如果说你要 把那个年历一键完成 很多东西真的可以用这个方法 只是说你要把城市全部串联在一起 它就一键完成 报表可不可以 绝对没问题 你每天做的事情 其实都可以想想看 有没有可以把它 变成 一个有效率的城市 然后呢 你可以省掉很多的 这个时间 那你当然你就会多很多时间出来 我觉得这个才是有意义的 OK 请各位试以下这个部分 好吗 好